我是谷阿末 今天要来说的故事是爱与怪物 那天交往中的男女主角在车上一边看夕阳一边聊车阵 忽然魔王陨石横空出世冲向地球 弱势被撞世界必亡 人类为了自保射出一堆飞弹顺利击毁陨石 但没想到大量的飞弹 产生很多聚合废料 这些废料造成人类以外的生物发生突变 出现很多巨型怪物 例如巨型蚂蚁蟑螂 这些怪物很多会吃人 所以跟人类发生争斗 男女主角也在战乱中和各自家庭逃亡分开了 战争就这样持续了几年 人类死伤惨重 胜不到5%的人口 男主角的父母也死于怪物口中 幸存的人类都搬了物资躲往地下堡垒中 男主角也跟逃亡中认识的同伴 躲在主角堡垒里躲了数年 而最近他用无线电寻找新的频率时 意外联络上了女主角 但才刚聊到对方目前躲在一处海湾峡谷 无线电就失去讯号联络不上了 之后男主角决定跟同伴道别 收拾行李爬出堡垒 准备步行100多公里前往海湾峡谷寻找女主角 此时的地表因为没有人类破坏 环境变得很好 男主角边走边欣赏风景 然后就遇到了一只巨蛙从池塘里跳出来 用舌头想捕捉他来吃 眼看他要逃不掉了 此时一只神奇黑犬 狗哥跳出来拿嘴唇狂甩巨蛙舌头 痛得对方收回舌头 男主角也趁机跑路 再追随狗哥来到狗哥的家 货车小窝 休息了一晚天亮后 男主角跟狗哥说 你主人应该不会回来了 以后跟我一起走吧 狗哥想了想带着主人的一件红色衣裙决定同行 淘太郎就这样获得了狗 之后上路狗哥除了四处帮忙探路绕开怪物 还教男主角判断哪些突变果实是有毒的 有毒的狗哥就会一直叫 男主角也将所学的一切记在本子上 然后他就因为 走路不专心踩到一个大坑摔下去 而坑中有一堆巨型蛆 飞出来要吃他 吓得他一直尖叫 此时有人丢下绳子 他抓着爬出坑来一看 发现是一老一哨丢的绳子 接着对方自我介绍 老的叫老字鸡 哨的叫小猴子 在地表生活很久了 他们跟男主角说 你仔细听附近有一种巨型追踪兽的爬行声音 你刚刚路上可能被这种追踪兽盯上了 对方正追着你的气味要爬过来吃你 你不想被吃的话 就跟我们一起先躲往山上 我们到山顶居高临下 看看追踪兽爬到哪边 才能反过来躲开他 之后男主角带着狗哥 跟着小猴子和老字鸡一起行走了一段时间 同时和他们学了很多在地表生存的技能 像是如何射箭才能射得准 像是某些巨兽很有灵性不会伤人 接着因为小猴子和老字鸡要前往 怪物一般不会去的寒基之地在那生活 而那边跟海湾峡谷是反方向 所以双方就道别分开行动 男主角上路后走没几步 就遇到一只巨型蜈蚣从地底钻了出来 吓得他动也不敢动 然后就被对方用尾巴扫飞了 他痛得想昏死过去 却发现巨型蜈蚣跑去抓了狗哥准备吃掉 这一刻他想起他曾经也是这样看着心爱的父母 被怪物杀掉的他不想再坐以待毙了 他振作起来拿起随身十字弓 叫巨型蜈蚣过来决斗 并精准的一键抱对方头取得胜利 搞定后一人一狗躲到附近废弃小镇休息 还在这边找到一只即将损坏的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被丢在这很久了 他听闻男主角要去寻人后 就提供自己的电力和无线电设备 让男主角可以 短暂联络到海湾峡谷 结果却听到女主角说 哈你要来这里哦 可是我们这边这几天有个叫大魔王的人开船过来 说自己是救难队的 要带我们这边的人坐船逃往海上 然后智能机器人就没电讯号就断了 隔天一人一狗继续上路 这次他们遇到大口怪一路被追杀逃往河边 混乱中男主角包里帮狗哥收着的红色衣裙掉到河里 狗哥看了不要命的冲上去捡 那是他对之前主人最后的纪念 男主角见状只好拿起刚刚分别时 老字鸡送他的分别礼物 手榴弹一颗冲去跟大口怪决斗 借此掩护狗哥 他一招后仰入和事头子 顺利请大口怪吃了一蛋将其炸烂 但上岸后他发现刚刚在河里很多突变毒虫 黏在他身上吸血害他好痛 人一痛就会激动他激动的狂骂狗哥 搞什么东西害我被咬 真不乖不要你了给我滚 阿狗哥走后男主角中了毒痛苦的昏走 还好及时看到一些红猪花 然后想起老字鸡教过他此物能解毒 他拿起来一吃勉强恢复精神继续行走 等来到海湾峡谷外围后 才终于体力不知即将昏倒 还好出来找物资的女主角 刚好遇见他将他救回海湾峡谷 隔天他醒来走出休息小屋 女主角也前来介绍说 好久不见我们准备跟这位船长大魔王 还有他的女手下男手下 一起坐船出海以后躲海上你也来吗 男主角听了不想多管 只是约女主角到小房间说 哎我大老远跑来耶 你不表示些什么吗 哈你说这些年来你以为我死了 早就交了别的男朋友 只是男朋友前阵子挂了 总之你现在跟我只是朋友 但你希望我跟你一起上传 多个工具人是吗 这我要想想 你先借我无线电 让我跟主角堡垒的人报个平安 忽然男主角发现 今晚的大魔王请吃的食物 竟然是前面狗哥教过他的有毒果实 他紧张的跑来找女主角 想说这件事 却被发现异状的大魔王女手下 跳出来一棒子打婚 等男主角在醒来时 海湾峡谷的人已经全被抓起来绑住了 绑人的大魔王也出来解释说 其实我们是来抢物资的 这几天故意跟峡谷的人混熟 昨晚才能请大家放心吃下 我们请的有毒果实 吃了会昏迷 刚好被我们抓 现在你们就看着我们 把你们的物资搬上救生艇 运上船再丢下你们离开 然后我会派我用铁链 绑来玩弄的巨蟹 把你们都干掉 这螃蟹很有灵性啊 知道不听话 就会被我用铁链放电 电得很痛 所以我要他杀你们 我哥也敢来支援 一番打斗后 男主角看了巨蟹的眼睛 觉得对方在跟他求救 于是他跟女主角要了武器 射断绑住螃蟹的铁链 让他不会再被电恢复自由生 果然巨蟹感动的转身离开回海上 把大魔王一伙连同船都干掉了 女主角看男主角那么强 就忍不住跟他复合了 最后皆大欢喜 男主角再次走回主角堡垒 证实了人类只要有心 其实也能在地面上安全生活 他写了一些生存指南 用无线电传出去 鼓励所有人类重回地面 探索新生活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个故事是在表达 去找你之前忽然没联络 默认分手的前女友 在他面前放生一只螃蟹 你们就能复合之类的吧 可可